嗆嗆三人行 今天这个又婷又是飘飘欲仙 我给她已经出了主意 就是这可以半遮半眼才好 对啊因为我总觉得大家 如果认为我靠美色 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洗掉 就是不要因为是腿才能上嗆嗆 所以今天就遮一下 对对对 但是又不能完全遮住 这样又怕真的被换掉 对对对 修得好 所以呢我就想说那若隐若现 这个慢慢转型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长衣要怎么用呢 就每当徐老师讲话的时候 你就一闪一闪 你就把他打开 他今天就算是白说了 我已经打定主义不说话 不要这样说 又婷其实大家真不能看 他表面这个色相 我们这个少女嘉宾就发现 你看他有这个内秀 我刚才还在游说呢是吧 将来可以接替我主持 《抢奖三人行》节目嘛 对吗 在我去了的时候 因为现在不得不小看这个美女啊 我过去我承认我是有点大男子主义 就是我骨子里啊 往往容易对女性有一种蔑视 这个不能掩饰的对吧 可是近些年来的这个惨痛教训呢 你是过于重视 女性啊 对 的美色 对 对 你从来都不是蔑视 讲太直 他突然间钉住 好像是这样 不是 你过于重视他美色的时候啊 就会形成对他另一个方面的蔑视 对吧 轻视 你可能就是所谓把他物化了嘛 但是 为什么我说这些年这个惨痛教训之后 我发现呢 这个 目前这个人也不知道遗传好了还是什么 你比如过去我认为帅哥最傻了 对吗 现在我纷纷发现我们也没法混了 有些帅哥很有两下子 你是人类这个喝牛奶啊 还是什么 就他这个肿越来越好 美女也是这样 过去以为美女只能就是被人包嘛 现在美女开始包人了 所以我今天就要谈谈 谈什么 我在最近的这个这个世界新闻当中啊 我发现了一些美女 三个这个美女 我要跟你们先后啊展示一下 就是美女今天有才干 头一个你看看她 这个跟徐老师有一点关系 因为是上海人 有一点关系 还好他没把一点两个字省掉 有关系 很沉疑 这个算美女吧 人家是高管 听说方玲25 是吗 是吗 捐款5亿 捐款5个亿 然后今天的消息 还是昨天的消息啊 这个在斐济 被被抓住了 最让人失望的消息是 他在斐济被抓住的时候 还有个男伴 就很多人都觉得 对他的印象 还大大打折扣 是吗 我听到的是说 怎么那么快被抓了呢 我还想知道 他能跑到哪里去呢 没错 怎么跑斐济 现在不是很多高官都跑加拿大吗 他从没有 就是你知道参照一下 到加拿大可能会不会 是不是比较难回来一点 这就叫百科全书缺之脚 又听说的对 他没有查一查哪些国家 他跟中国有引渡 斐济是引渡的 对啊 你说这么聪明 他能够变到五亿 对啊都要跑了 是不是应该做点 功课 对不对 加拿大你看赖昌星 好不容易都弄不回来 对不对 我问你 他要是跑台湾呢 跑台湾 因为台湾没办法永久居留 所以你还是得一直出境 你可能三个月两个月 你得一直出境一次 所以你一出境 你不就还是要 你还得找下一个点 所以就没有办法 台湾没有办法 反共自私也不那么热心了 很快就做牺牲品去掉 对台湾也没有投资移民 所以他这五亿也没办法 拿到台湾用 我就替他们着急啊 我就说这个卷了这么多钱的人 往哪跑 后来我听说太平洋上 有很多无主的小岛 有些私人呢 就私人富豪啊 你知道这个世界 不是所有富豪都想出名的 有些富豪那个生活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土鳖啊 建门口你都建不到 你不知道那迷烂到什么 不是叫迷烂吧 就是说幸福到什么程度 他自己可以在一个小岛上 就是喝人奶啊 人家吃个饺子头啊 反正都被你描写过了 所以你还是上山下乡 这个档次的 几内亚比少啊 你看你看 你还是酋长这个档次的 你还是这个档次 我就说呀 就说他有些人 其实有一个问题 那天我们还在探讨 就说这个卷款潜逃的这个人 后来我发现所有被发现的人 我觉得有两样 是 一个是呢 这个人啊 他还是你别干贪官 他还是心怀祖国 他老忘不了 你这种种意义 他老打电话呀 打听我的案子怎么样了呀 或者就是什么呢 被当地华人社会认出来了 就他活动 他活动 其实您有没有想过 拉登 中央情报局 全世界漫天撒网找他 其实如果拉登说 金盆洗手了 就 我退出了 我就不出那个屋啊 理论上讲 还是发现不了他 他是因为有情 就一个情报员的电话嘛 就证明你还 只要孩子跟外界联系 我就说如果是我的话 隐姓蛮名 我就等于是 拉登躲屋里不出来 我洗手了 我不干坏事了行吗 我就什么都不干 我就享受了 然后我不跟当地华人社会 别听他 他享受的 其中一个重要条件 是跟韦小宝一样 他得六七个女的 在那个岛上 你想陈怡这样的 一个也行 就花他的钱 就可以 他就为你 你就做他男伴这样的 是不是 他男伴 你说会是个什么人 不知道 这看来不是聪明人 我就说被抓到 都不算聪明 是不是 已经搞了一个 这么一个金融案件 就已经笨了 就是没弄好 才会资金短期 不过他们现在关心的 就是说他那个公司 真的是在一年之内 变成了就是销售 变成第一位在上海 他那个旗下都是 也不光他是美女 这就是一个美女队长 他底下的那个营销员 听说都是美女 卖保险的 而且他卖的实际是 叫理财产品 现在不在查这个问题 他可能也就涉嫌 这个非法的 搞这种理财工具 这么来弄 对 其实就跟银行一样 他最后玩了金钱游戏 不是纯粹的单纯保险吗 那再加上都是女孩子 可能卖的比较快吧 我想 为什么 女孩子们 你认识卖保险的女孩子吗 可是我在台湾的话 台湾其实有点相反 就是卖保险 通常都是妈妈级的 因为你这样 第一这样才有信任感 妈妈有种这种长辈教你说 你知道 这个你知道活到我这个岁数 我才发觉小孩子大了以后 我如果要什么 有什么时候我需要买保险 然后你倒得自己 帮自己做规划 什么有种这种 婆婆妈妈的苦口婆亲 你才会觉得说 比较容易信任 所以在台湾 其实通常的第一top sales 黄金销售员 都是妈妈级的 但是我在大陆看到的 就是说 所以我为什么 我说今天可以讲讲美女 我在各种活动的场合 不是最近了这些年 经常见到CEO董事长 但是就是一个这个级别的 就是面美女 而且你感觉30岁也不一定有吧 哎呦 竟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你说这个是个人奋斗呢 还是 还是个人奋斗 还有就是成立公司 是不是也比较容易 就是说 就像是你在这个银行里面 以前不是 谁都是VP 谁都是副总裁 因为这个title 对他在卖这个产品很重要 所以我反正成立一个公司 我只要几百万 或是几十万 我有了第一笔钱以后 我就成立公司 我自己就变老板了 那我接下来的名片 这样出去 对我的业务是有帮助的 所以变成说 这个社会比较看这个title 来相信这个人的能力 这个戏剧性的这个反差 是有效果的 我也收到过这样的卡片 就是说 比方说你碰到个像 像又婷这样吃饭的时候 他拿上来的卡片 是一个副总经理 是一个什么副总裁 这一个反差 就你就会 你本来单单一个美女 那就我当他美女看待 来一个副总裁 我当他副总裁看待 但是突然这么一个人 跟这么一个卡片 而且你要是网上一查 那公司还查得到 那还不是一个 你就想 他要么他是天才 要么他有很硬的后台 你看这无论两者 都得佩服 对不对 是 这个反差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反差 而且你也不能否认 就是这个女人今天 真的是有才干 我现在预测 有可能我们这个男的 就会颓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现在发现 很多精明强干的女人 长得又漂亮 她实际上为什么成功 除了靠男人之外 不是都靠男人的 我确实就发现 就跟那个郭敬明说的似的 郭敬明不是也有人说 他是什么 当然那是歧视人家 不应该说人家是娘子 对吧 但是郭敬明确实 就是说我一天睡四个小时 我不谈恋爱 我天天写 天天就是做生意 或者干这些事 那么我这个 我不成功 是不是也不公平呢 我跟你说 有些这个女的这种 我见到的 我就发现什么呢 这是一种什么女性的心理 男人你知道吗 有钱就学坏 男人就是事业很成功的 他也要搞腐败的 对吗 他有了钱 他要搞搞女人 或者他晚上要去喝酒 赌博 他去澳门 他要享受 可是我真觉得 中国有些个 我见过的精明强干的女人 你看 照男人看来 他没什么腐败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甚至认为 在他身上有一种什么呢 似乎被需要 他觉得活得很充实 你看这个耳朵里 耳朵上挂着一个手机 他就进来 风风火火 就一路打着电话 我说 我开会呢 我说你从早到晚这样 他说是啊 我老公对我都有意见 我老公就是我的那个闲内住 他说我到晚上11点 我都电话不断 你看一个中国的女人 她可以不要男人所谓 就是她不腐败 她从早忙到晚 但是我就认为 有些女人是不是内心深处 她会觉得这样的被需要啊 她这是她的自我实现 就是她有一种价值感 觉得自己 但除此以外呢 调查统计显示 收入越高的女性 对男性的肌肉越看重 越男性什么肌肉 肌肉对 找肌肉男的比例越高 因为我已经有内在了吗 我有钱 我有我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所以我需要一个 我前一阵呢 当然也有反应力了 前一阵很好 广告之后在前一阵 留个悬念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网络赛区完美收官 国内各赛区最佳表现奖 嘉丽美丽奇迹 赶赴长龙 抢先太赢 精彩故事 近在广州长龙旅游度假区特约吃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美丽前奏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顶酒运古房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黄 年份端将五景共酒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地步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关南湖海口国际独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好我们讲了一个女的 现在我给你讲这个第二个女的 你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女的一看呢 是朝鲜的 对吧 因为她这样这个照片呢 让我就产生了一种 怜惜的这个感觉 哪里翻到这样照片 但是后来说呢 这照片是假的 就是这个新闻的主人公啊 主人母啊 其实我们没有她的样貌 所以报道当中就找用这么一张照片 开始说是她 实际不是她 而这个人现在在哪呢 在这个劳改 你知道啊 这是一个朝鲜的一个啊 专门讲这个脱口秀 喜剧 喜剧女演员 说错话 擅长这个模仿 擅长这个这个讲 讲这种脱口秀 结果哎 我第一个我是没想到 朝鲜竟然还有这种表演 对啊 喜剧性的小品性 咱说这种表演 但是问题在于呢 就是说她说错话 是吧 但是一个讲笑话为生的演员 你知道吗 你在朝鲜是什么情况 他这个笑话还没讲完 当然就被人抓走 抓煤矿 劳改去了 听说是抓到煤矿去了 就是 我听说咱们这个电视 还有个别这个朝鲜领导会 会看凤凰卫视 所以我不禁止就有点惺惺相惜 我觉得这位姐姐要是说 她错误犯的不太大 是不是咱们朝鲜领导就宽大为怀了 因为呢 就来我们三人寻了 我有一种星星 就咱的全世界啊 这种吃开口饭的人啊 都是经常会为这个嘴上不牢啊 在各个国家各种环境下 受到审查 受到打压 甚至是受到刑罚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个真正最终理想的社会啊 还是应该让人们呢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什么 甚至于说开个玩笑 为了娱乐大家 有时候这个玩笑可能开的不成功 说是开的过了份 那么我认为对于成年人来说 这不就是一笑了之吗 至少这种这种幽默的这种这种娱乐的精神啊 是好的 你就想煤矿 这有点没有幽默感 你就想一下今天郭德纲 在台上开一玩笑 明天郭德纲就判了五年 这家伙有点 郭德纲在煤矿还有点像 周立波押去才比较戏剧性 这是你们上海人 世界上就两类国家 一类国家呢 投口笑的人说不错话 但当官的一说错话就很大的问题 那另外一些国家呢 就当官的不会说错话 电视的人说错话去美化 就这样 当然是这样分 你跟那人也应该惺惺相惜啊 你也是吃这行饭的 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是这样嘛 对不对 就是说不应该是女性 他就不应该被抓走 而是说男性他这个有自由的讲话空间 那也是应该要 就是也不应该就随便因为讲错几个字 就被抓走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 男性抓走就算了 是吗 男性抓没错 都是我的竞争对手 这样也不是男女拼的 而是说女生的地位提高之后 我们并没有希望能够超越男性或什么 而是说大家就是越来越一致 就这样就而已 所以你不要紧张 就是一致而已 没有要超越你们 不要每天就那么紧张 我盼着你们超越我们 你知道吗 其实早该换过来了 让你们承担起这个生活的重担 请大家调出前几集的枪枪三人系 做你们背后的男人 你明明都很担心女生的权力太大 就觉得就靠个外貌 或者是再加上实力 很容易超越你 你觉得这个 不是 我的希望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们女人哪 最好把责任全担起来 你要超越我们 我们不要光在一方面超越我们 就是说你不能说又超越了我们 是吧 另一方面还在享受着传统女性的客权 我觉得你索性干脆就全我们接管了 比如说你把我 就是你养家 我呢 在家里待 你把她给包了 对 就这么个意思 刚才我们讲到 女的要是地位很高 钱很多 就会关心男性的肌肉 要喜欢小亮展 前一阵大家沿着这个思路 就觉得刘晓庆去美国结婚 会跟一个比他小二三十岁的一个男生 真的吗 一度这么传 一度这么传 可是现在实际上呢 她的结婚对象是一个71岁的香港的做家具的 所以大家就像你说的 你看你还是不彻底吗 你成功到刘晓庆这样 你最后还成了一个老板 我们就好了 还是找个老板 就说明刘晓庆是内行 这个家具啊 还是老的好 就家具老的好 真的那黄花里名代家具 那大家得多少钱呢 你知道吗 家里的工具 咱们现在说第三个女性 我最近发现的第三个美女 这都是有才干的 对吧 是这一位 你来看看 这个又婷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她是伊朗本来应该要当女议员的 她这个 这张是她这个海报上面的一个竞选照片 所以她其实也符合这个伊斯兰宗教的一个规矩 她并没有穿得特别裸露什么的 那她自己本身是网络公司 好像是一个主管吧 所以本来也蛮有能力 然后因为她很年轻 所以想说帮年轻人争取一些权利 再加上伊朗在这个新总统上来之后 希望能够让伊朗的这个社会 更加民主以及女生的这个地位提高 所以就让女性可以参选 还真让她选上了 她选上议员了 选上了 第14名 14高票选上的 但后来呢 保守的这个穆斯林就觉得 我们不应该一个走梯台的模特来执政 来参政 所以呢就 说她太漂亮而把她换掉 取消她的 哪里来的 你说说你的道理是什么 我觉得有道理了 一个女的太漂亮了 然后呢 我是说实话了 她会导致气氛出现一些问题 你知道吗 你看要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的 出现在一堆男人当中 那你为什么让她参选 这些男人状态不太对 你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让她参选 投票就老实拉布 是吧 对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让她参选 参选就是要 表示你已经接受她可能会当选的可能 你应该再来说 那个女的出现那些男的出了问题 的问题在这些男的身上 不在那个女的身上 你比如说要是这么一个美女在那 你有没有发现啊 平常不管在什么场合啊 有个美女在那 男人明显话多 这个议会本来是发言就没完没了 你知道吗 这些男的看见这么一女的在这儿啊 肯定原来讲十分钟的演说 很不能讲半个小时 但解决的方法不是把那个女的拿掉 而是多几个女的 或者女的跟男的一半 好广告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让更多梦想化为现实 令更多需要被人看见 凤凰卫视公益中国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手打造 发现新公益活动 征求具有创新思维的公益方案 从征集 评选 到落地执行的全过程 用镜头留下记录 预知更多详情 请立刻登陆 中国扶贫基金会官网 一起发现新公益 催生优秀的公益行动 解密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家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全程欢庆 第25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会演 九月十四十九二十一二十八 即十月一号 十个国家带给你五彩缤纷的夜空 和难忘回忆 感受澳门动容时刻 这个美丽不是罪 对吧 美女干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也假想一下 如果比如说 马力连梦露 他在这个议会里头 你觉得 这个他会不会 弥买了一种 荷尔蒙的气息 意大利不是就选上了一个 对不对 一个好像是拍AV片的一个 最后就选上了一员 那是因为有贝鲁斯科尼当总理 上行下降 整个意大利的文化就是 就是可以这样 他们绷得住 是吗 是啊 就是 我觉得他被换掉的理由 说他是美女 我觉得这个只是个借口 纯粹就只是不想被分享权利而已 所以我觉得 当初开放明儿让他参选的时候 就这只是 看这个结果就是个假民主而已 只是个假开放 对 但永远到最后 女生永远都因为外貌而被换掉 你从来没有因为说一个女生 什么不符合他的 那个实力资格被换掉 你总是都说是因为他的美貌 我看过一篇一本书 以前CBS的祖国 他是刚开始跑白宫的记者 然后他是个金发的女记者 他每次跑新闻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头发绑马尾 然后戴个眼镜 然后他妈妈每次打电话说 我把你生一个这么漂亮的金发 你为什么不让他披下来 然后好上镜呢 他说妈 我在这个白宫 所有的男记者里面 如果我这样一放这个头发 没有人注意我报到什么了 所以我得把自己搞丑 我想是容不容易 他那个脸 就像又听你这个裙子一晃 没有人注意我们 所以你说我接待真的在聊 刚才今天晃了几下 这也不要配合你了 刚才晃了几下 我相信观众有感觉出 我有实力 就是这多么不容易 是不是 就是你还 我们也有美女为了要 抵抗她这个生来的外表 而去做这些奋斗 所以这就是已经是不平等了 完全还是个不平等的情况 好看了难看了都会有歧视 对 反正你那么多的强调美女 这本身还是说明男权 男性中心主义的权力在强大 要不然的话 她不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就好像现在人家讲肌肉男的什么 也是女权的上升 也是女权的上升 一般美女是核算 做生意也是 政治也核算 但是吃亏也吃亏 就是人家不相信你自己 你觉得一个美女 在一个公司里 到底是男的多好呢 还是女的多好呢 你说男的多好 她周围是男的多好 还是女同事多好 男的多好 你看看 你不也要几个歧视吗 你利用这个 我哪有利用 不是 又婷可以说 没办法 世界是这样 我们得适应 我们要作战 对不对 对 我看到的真的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